烧水不烧油的计车呢 大家可能还要在等等 但只用烧水就能够上天的火箭 可能真的快了 水火箭是人民群众喜闻乐电的一种带挖形式 在瓶子里面的水瞬间被冲出来之后呢 少数也能够把火箭推到两三层楼高 在夏天不是为一种伎凉床又刺激的娱乐活动 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看成是娱乐活动的话 那可就小瞧水火箭了 因为它的潜力可不只是逗你玩那么简单 美国的一家商业航天公司Arca 就打算真的用水火箭来把卫星送上太空 它会怎么做呢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书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非常奇葩的火箭项目 其实从底层逻辑来看 火箭喷水上太空 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可思议 离开一支正常的火箭 靠的是把成百上千吨的燃料迅速变成高温气体 然后向下喷出 获得反重力将自己推上轨道 根据齐阿尔科夫著名的火箭公司 其本质在于往下丢的质量的大小和速度 只是形式上传统火箭选择了先燃烧再喷出而已 那我要是有办法跳过燃烧这步 直接把燃料快速的丢出去 不也是一样的吗 这就是水火箭的理论基础了 于是在Arca公司的水火箭里面 本来应该是装着燃料的助箱里面改为了装水 当然这些也不是普通的水 而是被加热到了250摄氏度的高温高压的水 本来该装着的复杂的火箭发动机也完全被省掉了 因为助箱里面的水自带高温和高压 已经替你发动机把火给干掉了 于是Arca的水火箭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水罐 后面加个喷嘴而已 在发射的瞬间 水计划成水蒸气喷出来 利用反重力将火箭喷到天上去 这也真的行吗 还真行 不仅理论上行 而且实际上Arca都已经造出原理殃机 并已经开始在进行地面试车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行的 用水作为工制来推动火箭 有一个亮瞎人眼的优势和一个丢人现眼的劣势 分别是极高的推重比和极低的比重 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概念 推重比是指发动机的推力与火箭的重力之比 显然推重比越高 说明发动机的推力也就越大 越能够把更重的火箭抬起来 比重指的是发动机的工作效率 通俗点理解就是每消耗一个单位的推进剂 所换来的总的推力大小 很明显它的指标也是越大越好 那既然在水火箭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该怎么办呢 Arca非常懂得取舍之道 既然我的优势是逆天的推重比 那就把它用在火箭的起飞阶段 成为一个力大无比的第一级 因为这个阶段最需要的就是大推力了 对比重的要求倒是没那么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火箭的助推器 都是采用固体燃料的 因为固体燃料推力大 可以在地面起飞时迅速的将火箭 推出地球重力井的底部 等到了一定的高度 再由比重更大的第二级 甚至是第三级发动机继续 把载荷送上轨道 所以Arca给自己的水火箭起名LAS 意思就是发射辅助系统 上面既可以装自己的第二级火箭 当然也是可以跟队友打打配合 当成是别人的火箭的助推器使用 理由就是我的推重比 可是比那些固体助推器更厉害的 它不仅有一次性使用的 而且还有可以垂直降落重复使用的版本 靠喷水实现火箭回收 马斯克你听了就说你怕不怕吧 说到这 这一切是不是还是像一个玩笑呢 为了打消你的疑虑 我们来谈谈它在技术层面的细节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这几点 它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它的发动机 姑且还是叫它发动机吧 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 它又是如何来把自己 住箱里面的水烧到250摄氏度的呢 首先虽然它是一个大锅炉 但Arca并不打算真的烘一个巨大的 不锈钢锅炉上天 它全身上下都是由复合材料打造而成的 理由是复合材料能够更好地耐受 住箱里面的高温高压的环境 整个复合住箱呢分为内外两层 内层用来隔热外层用来沉粒 隔热层需要确保传到外层的温度 不高于110摄氏度 否则就会让外层材料当中的 还氧素质发生软化 引发沉粒体的失效 一次性使用的水火箭长得细细长长 可回收重复利用的水火箭 则长得粗粗壮壮 具体原因啊 后面我们马上就会说到 它们跟发动机喷嘴的形状有关 那就接着说发动机啊 跟传统火箭不同 水火箭上面的大锅炉 是不需要用到增压输送系统的 因为光靠水蒸气报废时的 自身增压就够了 另外计算机仿真还发现 由于水火箭的推重比实在是太逆天了 它起飞时由巨大家速度带来的机械压力 竟然也能够起到很好的增压效果 两者一加完胜传统增压 那传统火箭发动机里面的 那套极其复杂的输送系统呢 在这还需要吗 不用了 直接在管子上加个带法门的雾化器就可以了 然后就来到了喷嘴部分 它的喷嘴分成两个类型 一个是一次性使用火箭上面的传统中型喷嘴 另一个则是可回收版本上的环形气肩喷嘴 你没有听错啊 就是那个堪称式推进系统的奇迹的气肩发动机了 所以我一早就让大家不要小瞧水火箭了嘛 至于气肩发动机本身呢 但说起来比较复杂在这儿 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感兴趣的话留言告诉我 咱们另选一期来讲一讲 可回收版本上之所以要用到成本并不低的环形气肩喷嘴呢 是因为它的飞行高度更高 对比冲和推力的要求也就更高 另外在垂直降落时也需要用它来进行精确的姿态调整啊 在这个环形气肩喷嘴 总共32个推力室里面呢 有8个4组在降落时是需要再次打开喷水的 以此来作为姿态控制 算是扮演了矢量发动机的角色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烧水的问题了 它靠的是电阻丝加热 这些电阻丝被埋设在驻箱内部 在地面准备室就开始连上外部电源加热了 当然光靠地面加热后带来的余热肯定是不够的 尤其是需要再次喷水的可回收型 你能保证它在飞了几十秒之后 还能有稳定的温度和压力吗 所以在火箭上还有一套独立的电源系统 用来持续地对驻箱里面的水加热 而且功率不低 据说总输出可以达到42兆瓦 想到这些都是由锂电池来提供的 我不仅再次对这三位科学家 生出无比崇敬之心 好了虽然怎么说怎么都像不靠谱 但是水火箭还是有其研究价值的 不光ARCA正在践行 这方面的相关科学论文 也是早有提出的 航天科学上有很多都是反直觉的 一些完全操作我们想象的东西 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在夏天 去观摩一次水火箭的发射现场 心飞扬透心凉 我是火箭术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